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我们今天的目标 今天我们的目标 第一个我们能够实现小程序的在线客服 第二个能够实现收藏房源的信息 第三个我们能够使用Elasticsearch来查询数据 第四个我们能够干嘛呀 实现搜索功能的查询接口的编写 最后一个我们能够使用Git同步代码上写 就是把代码干嘛呀 同步到线上去 OK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干嘛呀 学习目标啊 学习目标